下边来关注教育的话题 我也特别关注 昨天下午 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就公布了中高考改革征求意见稿 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关注 对因为关于孩子的 关于中高考的向来没有小事 在这次方案当中 降低中高考英语分值 提高语文分值成为了亮点 具体来说呢 就是从2016年开始 中考的语文卷总分值是由120分 增加到了150分 英语卷的总分值是由120分 减到了100分 而高考的语文将会由150分 提高到180分 英语是由150分减为100分 所以我作为辽宁外学主席 我呼吁了10年废除英语高考 终于这一天快要达到了 有人就说呢 这份改革方案就是拿英语来开刀 您看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 英语在总分的比重都大大降低了 其实英语分数降低还只是变化的一部分 最大的变化还在于 从2016年开始 高考英语将会实现社会化的考试 一年将会有两次机会 学生可以多次参加考试 把你最好的一次成绩 记录到高考总分当中 而这个成绩是在三年之内都有效的 对 举例来说呢 就是如果你在高一的时候 考出了100分的满分 你可以直接记录到高考的总分当中 高二高三 您就不用参加高考的英语考试了 对 这个方案一出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和关注 特别是初中和高中的学生们 可以说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咱们先来说一说高兴的吧 高一学生小崔 他就说他终于解脱了 从幼儿园学英语 小学到中考之前 年年都在上补习班 对他来说呢 这个英语学习就是 费钱费力费时间 还没有什么效果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英语 看得出来 这小小子真是真心不爱学英语 不过他的同学小波英语学得挺好 也是从小就报班补习英语 现在英语成绩也不错 本来想高考的可以凭借英语拉两分 没想到2016年高考就赶上英语改革了 他觉得自己的优势 幼儿园开始学习英语 小学开始上各种英语补习班 这几乎是每个孩子学习英语的经历 但是效果呢 还是有很多孩子张不开嘴说英语 也听不懂外国人说英语 仅仅是为了在高考的时候 多拿一分而玩命的背单词 您学哪都是中国英语 北京改革后的中高考英语增加了听力比重 高考是30分 中考听力50分 一半 英语降分并不是不重视 而是希望用考试撬动改革 其实英语学习的困难 并不是英语本身的问题 而是英语教学方法的问题 学校的英语教学也应该更重视应用性 学生们不能说光学会会写了会听了 更重要的是敢说会用 比如说在现实生活当中 让学生们学会看英文菜单 可以读懂手机当中的英文新闻 对啊 咱不能把学生培养 只能会考试的考试机器 对吧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高考可以说对现金这种硬式教育 还是起到一个指挥棒的作用 推动高考改革 才能够带动基础教育的改革 对 接下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感谢观看一组最新消息